前基隆市长林又昌提报 1月31号谢国良亲自指挥警方夜床Net 要求他应该向社会大众说明 国民党共事赢决议离让民众党一席朝伟 没想到引爆基层反弹 更多精彩内容请锁定今晚自由报新闻 欢迎收看自由报新闻 你好我是李月琪 好来看到画面左边的部分呢 是基隆市府最近引爆争议了 像是两起标案因为价格偏低 引起外界的质疑 尤其是在东岸商场的产权争议 前基隆市府发言人有本名踢爆了 所谓的产权争议依照合约 应该是营运到期之后才要开始处理 也就是谢市长把合约终止 应该先搞定产权再来招商的 结果他的人马夜闯商场捅出大娄子 现在想甩锅给前任市府 那么基隆市府回集说 林又昌的说法是一变再变 想要转移焦点 不过内政部长林又昌也回应了 说2月1号晚上夜闯内特的行动 谢国良是不在现场 但是有消息指出 1月31号晚上就是谢市长 亲自主持应变会议 引发争议了 现在应该要向社会说明 而林又昌也针对近期的争议 亲自回应来看稍早画面 我并不是我在指控他有没有吸毒 而是民众看到他直播的那个影像 大家都觉得说谢市长 这个是不是发疯了 是不是喝酒了 是不是这个拉K吸毒 他在1月31号 他的确有开会 他应该好好对社会来说明 好回过头来看到网友怎么说 有人就只说 现任的市长去找前任市长 实在是怪怪的 吃上难看应该被罢免 也要追查配合警察的责任 更开酸 以后要拆别人家的门 还是记者会干脆都像他的直播一样 在晚上11点之后再开吧 那么确实我们看到谢国良 进行引爆争议 台北市议员苗博雅是直接点出 其中有关键的四大问题 第一个是什么 就是要派警察破门 说要点招 连台北市大巨蛋的争议 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状况 那么第二是在深夜开直播 影社前市长林又昌 第三呢 是重大来宣布自己没有吸毒 根本是搞错方向 反而是变成网路的迷因梗 最后还用公帑来挂看板 澄清跟微风的合约 那么现在合约也曝光 明显是内陀的条件比较好的 也质疑说这样的处理手法太不正常 更说谢国良就是放火大师 然后苗博雅也针对前后任市长 护杠说谢市长指挥夜袭 如果是真的 那就真的没有办法切割了 那么再来是市长上任之后 明明有整整一年的时间可以处理产权的问题 为什么没有做 而客问者前幕僚 吴静怡也说这就是一起公关事件 现在最大的问题恐怕就是罢免议题 也会影响到连任的信息 而现在要看到的是合约曝光了 律师林志群怎么说 因为他是老基隆人 那么他就说基隆人要赶快到东岸商场来消费了 因为年营业额要达标 基隆市府才可以拿到所谓2200万的变动权利金 另外金融市议员郑文婷也指出 现在不止东岸还有博爱两个停车场的问题 还有其他地方市府也要为外营运 要持续放大检视 而律师黄帝颖就说 谢国良如果真的有要求警察来配合 这是明显违法的行为 而金融市议员张浩瀚也指出 从程序还有时间点 总统的疑点来显示 市长应该是在上任没多久 就心中决定不跟原厂商续约了 好赶快来看到国会蓝白盒要成型了吗 29号立法院就要展开交委的选举 那么国民党日前有共事 当时就决议要离让给民众党一席招委 甚至传出是只有10票对5票的决议 跟国民党团52加2席的比例是差很多的 那么外传也说 这一席的离让是给谁 就是财政招委要给民众党黄珊珊 不过国民党团书记长洪梦凯就澄清 绝对不是所谓的10票对5票 至于具体的票数不公开 要离让给哪一个委员会也没有结论 将进一步来讨论 不过消息一出是迎报国民党的基层不满 像是曾经有代表国民党2022年参选立委的 最强蔡农林嘉欣就说了 黄珊珊对国民党态度不友善 只要找委离让给民众党就要退出国民党 那么另外要看到的是立委赖世保 她是接到不少的抗议电话 那她也强调蓝营的财委会委员都不会同意的 而从头到尾也没有要支持黄珊珊支持的就是罗民财 来看稍早回应 谢谢国民党的善意 反弹相当多 像是前秘书长李乾隆也直言了 国民党没有学到教训 被人卖掉还在帮人数钱 对此柯文哲前幕聊 吴静怡就说从数据来看 台湾民众的政党倾向 国民党距离民进党落差高达11.1个百分点 只少赢民众党4.7个百分点 那么这也是为什么地方支持者 对于国民党要离让这一席招委是很不满的 而网友也犀利来点评 说国民党把自己搞得似不上还内斗台面化 还记得军院饭店的世纪合体吗 还有国民党推的不是都有利中国的法案吗 显然对于这样的蓝白盒 不少民众都不买单 好最后来关注到中国渔船越界风波的后续 那么就在敏感时机点 中国在20号派出海间船之后呢 近几日也接连来出现中国海警海间船 蓄意来闯入限制海域 那么行政院长陈建仁也表示 我国对于中方在海上的动态都有很好的掌控 并且是依照标准的作业程序进行取缔 以及必要的驱离 强调我国跟世界各国一样 都是要确保海上通行的安全 保护渔民的权利 那么海委会主委关毕林也说 中国的举止呢 是有高度的政治意涵 表示自己是不乐见的 过去也有案例的执法个案 这一回却被中国绑在政治的作为里 不过国民党籍立委陈雪生 今天在立院质询时表示 中国没有牌照的白船 在惊吓海域追逐我国海巡时 应该要忍耐戒备就好 来看稍早画面 我们希望把法律的部分跟人道的部分 分为两部分来处理了 目前在惊吓海域 有白船在追逐我们海巡的事情 所以我们海巡在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让忍耐 需要忍耐我们戒备 戒备就好了 好来看到另外一方面 外界也关心 海巡署跟中方代表团 经过七天八次的协商 还是没有共识 今天一早海巡署副署长许静之 从饭店退房搭击返台 外界猜想谈判是否已经破局 不过海巡署对此表示 双方还是在持续协商中 感谢收看今天的自由报新闻 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 也别忘了帮我们按赞 订阅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焦点话题